应该说民进党在高雄执政了20年 可谓是熬老了一代人 然后又逼走了新一代人 然后呢 又让那些曾经见证过高雄辉煌的那个世代 彻底绝了高雄还能复兴的那个念头 而那些曾经的老人们 他们见证了高雄的市中心 从核心商圈一步步退化成了所谓的城中城 所谓的老人老城 应该说他们心里面是非常悲凉的 这次灾难或许只是偶然的 但是制造出这场灾难的各种因素 却是客观的 那就是民党长期执政 导致了高雄市发生了系统性的都市衰败之后的一个后果 而且这一点在民党主导的中南部县市是比较普遍的 也就是都市老旧化和绿营执政的长期化是如影随形的 曾经的高雄港应该说是亚洲的顶尖港口 在台湾曾是亚洲四小龙的时候 台北市方向盘 高雄才是发动机 那是因为整个台湾的制造业构成了高雄港的一个发展的腹地 后来台湾的制造业不断的外迁 尤其是迁到了中国大陆这一边 如果这时候高雄港即使能够转变思维 以中国大陆 尤其是东南英海为自己新的经济腹地 服务于两岸之间的经贸往来 那么高雄港的辉煌不仅能够延续 而且可以更加出色 而现在民党对高雄重不重视呢 也可以说很重视 但是他把钱都投向了所谓的高雄军港的建设 也就是以所谓的制造装备来打到一支新的海军舰队 然后呢 与美国进行所谓的海巡合作 之前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还刚刚去了高雄港 就是谈这方面的应该说民党在一心谋独的时候 他是看不到在那些老城区里 那些弱势民众是嗷嗷待哺的 可以说期盼着能够都市更新的 正所谓绿营的高调天天唱 但是都市老旧却免不了 而民进党一天不倒 那么高雄的明天不会好